离心机 离心机是利用高速旋转所产生的离心力 将荣誉中的不同成分 依照成降速度的差异进行分离或沉淀 1.离心机的种类 实验室中常用的离心机 包括微量离心管所使用的桌上型低速 和高速微量离心机 以及各式离心管所使用的落地型高速离心机 至于超高速离心机 因为需要受训才能操作 都放在共同仪器中心 由专人管理 2.离心管的放置方法 每部离心机上配有不同大小的离心坨 请依照离心管的大小选择合适的离心坨 更换离心坨需遵守使用仪器手册的指示 离心管放入的位置要让重量能平衡对称 所以容易体积一样的放对角对称或等边三角对称 遇到奇数样品时 也可多准备一支同体积的清水 与它进行平衡对称 放入时请将离心管的朝向固定 方便之后检视离心结果 最后检查离心管的盖子是否盖紧 口诀平衡对称定向上盖 3.离心机的操作 首先示范桌上型微量离心机 分为低速俗称小乌龟和高速两种 使用时先插插头 若有电源开关请打开 高速离心机前方有面板显示 机器会自动检测 当面板出现OP的字样时 便可以开始使用 有些机器还会有离心结束的音乐提示音 可以设定 若有低温需求 需先设定温度让机器预冷 记得盖好离心机盖子保温 若离心机本身没有低温系统 可将离心机搬至冷房或冷藏柜中 达到温度需求时 我们再开始进行操作 准备好后按开盖键打开离心机的盖子 若是高速离心机 需再打开离心头的盖子 按压或旋转随机型而定 然后依照口诀 放入离心管 若是高速离心机 需先盖上离心头的盖子 最后再盖上离心机的盖子 低速的机型固定转速无法设定 时间靠启动键开或关来控制 高速离心机则可以设定转速和离心时间 然后按启动键启动 此时面板上会显示转速上升的情形 及剩下的时间 若只需要快速离心短时间 可以设定好转速后 按压住快速键 等待转速达到后数秒 放开快速键 让转速慢下来 直到停止 为了安全起见 请在离心机正常运转后 才离开离心机的位置 若有转速异常的声响 或是中途停止离心 请按下停止键 等到转速归零 或是面板出现M的字样 再按下开盖键 才能打开离心机的盖子 检查状况或取出样品 离心结束 打开离心机的盖子 若是高速离心机 再打开离心头的盖子 然后小心取出离心管 置于离心管架上 避免摇晃 扰动到沉淀物 样品若需保持低温 需先准备好冰盒 才做拿取 离心机使用完毕 请擦拭清洁 保持干燥 避免生锈 最后 关闭电源 拔除插头 若有使用过低温 请开着盖子回温 然后擦干离心槽内的水滴 不用时 请盖上盖子 防止落成 接着 示范落地型高速离心剂 通常试用较大量的样品离心 使用时 先擦插头 打开电源开关 机器会自动检测 便可以开始使用 有些机器会有离心结束的 声音提示功能 若有低温需求 需先设定温度 让机器预冷 记得盖好离心机盖子保温 达到温度需求时 按开盖键 打开离心机的盖子 若离心头有盖子 需再打开 有些机型 则没有此盖子 然后依照口诀 放入离心管 若离心头有盖子 需先盖上最后再盖上离心机的盖子 接着 设定转速和离心时间 按启动键启动 此时 面板上会显示转速上升的情形 及所剩下的时间 请耐心等待离心结束 若只需要快速离心短时间 可以设定好转速后 按压住快速键 等待转速到达后数秒 放开快速键 让转速慢下来 直到停止 为了安全起见 请在离心机正常运转后 才离开离心机的位置 若有转速异常的声响 或是要中途停止离心 请按下停止键 等到转速归零 或是面板出现M的字样 再按下开盖键 才能打开离心机的盖子 检查状况 或取出样品 离心结束 转速归零 才可以按下开盖键 打开离心机的盖子 若离心头有盖子 需再打开 然后小心取出离心管 置于离心管架上 避免摇晃 扰动到沉淀物 样品若需保持低温 需先准备好冰盒 才做拿取 离心机使用完毕 请擦拭清洁 保持干燥 避免生锈 最后 关闭电源 拔除插头 若有使用过低温 请开着盖子回温 然后擦干离心槽内的水滴 不用时请盖上盖子 防止落层 以上就是离心机的操作示范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